過年前最後一個上班日 台北市長蔣萬安到內湖視察客運交通 不知道是不是想到自己過年也不得嫌 蔣萬安有感而發 不只是要安太歲 更重要安太座 安太座 如果大家沒有座 除企業就風雲變盛 這是不是也在講自己的心聲 畢竟過去一年跑選舉 不能長陪挺著大肚子的太太 還要面對各種攻擊 市長周玉寇說他要改邪歸正了 你相信嗎 謝謝 聽到敏感問題 笑笑沒有回應 但會這麼問不是沒有原因 希望從今年開始我要改邪歸正 這個檢討反省進步 老闆 張公學術 不要 不要再帶壞社會風氣 說自己要改邪歸正 深思檢討 因為周玉寇之前在節目上 影射蔣萬安的爸爸 蔣少妍設精華案飛聞 讓節目被NCC重罰三百萬 讓周玉寇似乎萌生了改變的念頭 李秉穎都忍不住魁氣質變好了 他笑說因為被犯了 我只有一個心得就是爽 因為呢是我檢舉的 是希望他真正能夠反省 然後改過自新 不要再讓台灣社會亂七八糟了 這樣遏制的媒體人 根本應該直接的退出媒體 退出公共頻道 那麼他現在說他要改邪歸正 根本是為時已晚 要周玉寇這些話還是省省 畢竟選前大動作 在節目抹黑 後來要跑到第一件數據道歉 加上其他爭議言論 一下說改就改 恐怕很難讓死對頭信任 TVBS新聞李學位珠光 韋佳琪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